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N频道 今日继续和大家分享 任劍辉的戏剧人生 任劍辉在五十年代 曾经组织过不少的剧团 譬如金凤萍剧团 红运剧团 此外他也参加过不少著名剧团的演出 譬如《大凤凰》 其中在《大凤凰》的拍档 有粵剧名领《涉角仙》 任劍辉也参加过《红线女》演出的 《铝窝炼石宝青天》 另外他曾经与方艳芬拍档 演出过《艳阳天》 在《艳阳天》的时候 戏堡有梁竹恒史、洛晨和火网繁公十四年 在五十年代的中后期 任劍辉合作最多的就是白雪仙 在一九五六年 任劍辉就和白雪仙组成了先逢名剧团 于是任劍辉和白雪仙 成为了舞台上的最佳拍档 他们曾经主演过不少的名剧 在《先逢名》里面 继有《斗天圆旅》、《三连一哧二郎桥》、《帝女花》、《紫差记》、《叠影红尼记》、《卯丹亭经》、《白雪仙传传》等 在一九五六年 任劍辉就和白雪仙创立了先逢名剧团 创立的时候 他们正邀请了 靓慈伯和梁省波 分别担任《武生》和《丑生》这两个职位 另外更邀请了唐迪生 就帮他们做剧务主任 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第一届先逢名剧团 就在利舞台开罗 首先上演的是唐迪生的新剧《红楼梦》 全剧总共五个小时 任劍辉就饰演《贾宝玉》、白雪仙就饰演《林黛玉》 7月4日就换演新剧《唐伯虎点秋香》、任劍辉做唐伯虎、白雪仙做秋香 在7月9日开始 他们就移私九龙的《东乐器院》 就连续上演了七日的《红楼梦》和《唐伯虎点秋香》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二届先逢名剧团就开罗 今次就在利舞台上演 首先上演《卯丹亭经梦》 任劍辉就做《柳梦梅》、白雪仙就做《杜丽良》、 接着就转换《川金保线》、任劍辉就做《郭燕章》、白雪仙就做《吕超华》 第三届先奉名剧团就在1957年一月开罗 首先就在九龙的《东乐器院》、 首先就上演《蝶影红梨记》、 任劍辉就做《赵宇周》、 白雪仙就是《借素秋》、 接着就换演《花田八喜》、 任劍辉就飾演《便基》、 而白雪仙就饰演《刘月婴》、 第四届先奉名是1957年六月开罗、 首先就在利舞台上演《帝女花》、 任劍辉就周世衔、 白雪仙就饰演《长平公主》、 然后第五届先奉名是1957年八月在利舞台开罗、 上演《紫差记》、 里面就任劍辉就饰演《李益》、 白雪仙就饰演《霍小玉》、 1958年三月在第六届先奉名剧团开罗、 今次也是在利舞台上演的, 首先是上演《九天元女》、 任劍辉就做艾敬朗、 《白雪仙》、《白雪仙》、《冷霜閃》、 然后就是第七届, 第七届先奉名是在1958年九月开罗, 今次劇团移私到普慶戏院上演, 劇目就是《西流错梦》、 任劍辉就饰演《于宿野》、 《白雪仙》就饰演《木素辉》、 接着就是第八届先奉名, 第八届先奉名是1959年九月, 《白雪仙》, 今次又移私回到利舞台上演, 上演的劇目就是《再世红梅记》, 任劍辉就饰演《培语》、 《白雪仙》分别饰演李慧良和盧超勇。 1959年9月14日晚上,即第八屆先奉命时, 当上演到第四场脱剩救培时, 唐狄生因为脑出血, 昏迷在观众席上,马上送去医院。 可惜送去医院后抢救无效,终告不止。 到1961年9月,即是隔了一年, 1960年没有上演过戏剧。 1961年9月,即是第九届先奉命开罗, 亦是最后一届先奉命。 今届先奉命在利母台上演, 这个剧是《白蛇伸传》, 由任劍辉做《许仙》, 《白蛇伸传》飾演《白素征》。 这个剧不是唐狄生写的, 但其实最初的资料, 已经是唐狄生搜罗得七七八八。 只不过首尾不是唐狄生写的。 任劍辉和白雪仙做完第九届后, 就结束了先奉命剧团。 第九届先奉命上演的《白蛇伸传》, 里面需要很多新演员参与演出。 于是在1960年后期, 任劍辉经过先奉命剧团, 公开招请新演员, 参与《白蛇伸伸传》演出。 但后来《白蛇伸传》演员后, 散了一班, 他们不再开演先奉命了。 那班新招请的演员又怎麽办呢? 后来任劍辉和白雪仙就在这班新演员中, 因选了十二个出来, 再精心加以培训。 这十二个演员包括, 李蒲生即是龙剑生, 黎小齐即是谢雪芯, 李杰梅即是萧剑英, 宗宣李即是方雪宇, 潘燕珠即是吕雪恩, 何少平即是苏雪荣, 何惠芬即是朱雪姬, 湯明慧即是江雪露, 廖国卿即是言说芬, 朱桂珍即是朱剑丹, 余智麗即是盖剑灰, 冯麗文即是梅雪師。 任劍辉一生对于粤剑的贡献良多, 影响深远。 他由出道去到退休, 在舞台上一直享誉数十年, 从来都未中断过和低沉过, 及至到退出艺坛之后, 仍然深受剧迷和行内人士的敬爱。 这是粤剧艺人之中所罕见的。 任劍辉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就是在1968年公演的李后主。 在1964年, 任劍辉和白雪仙巨之拍摄李后主。 作为他们告别影坛的纪念作, 李后主总共花了四年那么多时间来拍摄。 制作的费用高达一百五十万, 成为一时的佳话。 李后主创下了粤语片最大的制作、 最长的影期和最高收入的记录。 在1972年,任劍辉和白雪仙 为香港的六一百水灾籌款。 在无线电视翡翠台里参加了异唱。 这一次的异唱, 亦都成为了他们最后一次的公开演出。 跟着就因为健康的问题, 就退出了艺坛。 退出艺坛之后, 任劍辉和白雪仙, 仍然不断指导和栽培后悔。 栽培后悔。 就对由他们的子弟, 龙剑生、梅雪诗、 江雪露、朱剑丹、 沿雪芬等组成的初凤名剧团, 进行了悉心的教导和培训。 他们对粤剑的夹身和培养粤剑接班人, 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任劍辉的艺术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好,拜拜,下条片再见。